广州VS深圳12月14日 深圳蓝蓝客场挑战同省兄弟对广州队 此前两队历史交锋32次 深圳队26胜6负占据上风 本赛季首轮比赛中 深圳队曾坐镇主场 以123比107击败广州 本场比赛顾全殷商继续休战一场 比赛开始后 广州队展现了火热的外线手感 深圳队5-16暂时落后 但随后余德豪连者5分 帮助球队稳定局面 首节比赛结束 深圳以21-26暂时落后 余德豪突破上蓝子节 广州队依旧保持着外线稳定的发挥 半场结束 深圳仍以47比55落后 拜克斯三分命中 下半场一边再战 双方也来往往比分交替上升 神子节节余德豪 环球扣篮得手 双小外连续进攻打成 深圳队将比分破进 但随后广州队再次将比分拉开 三节战罢 深圳以71-78暂时落后 末节 深圳队利用对方连续外线不忠 反击打成 一波11-0的攻势 将比分反超着85比81 虽然广州队郭凯打成2加1 但随后余德豪抢断后上篮成功 深圳仍以89比84领先 之后深圳队没有给对手追上自己的机会 最终以104比98击败广州 数据方面 全队四人得分上双 拜克斯27分5篮板 博敦21分4篮板 余德豪20分10篮板 5抢断 神子节12分10篮板 本场比赛第四节后半段 拜克斯与李慕豪意外受伤 目前拜克斯的伤势并无大碍 李慕豪的伤势正在接受检查 具体下一场比赛能否出战 还需等待最终的检查结果 加油 豪哥 排名目前 深圳队以13胜6负的战绩排名脸赛第五位 赛程接下来 深圳南栏将于12月16日客场挑战浙江仇州队 加油 N图片 全体域文字 刘宇竹微信 DGXSJV 新视镜烈报